与他辉煌的电影事业相比,冯小刚的感情生活一直很低调,无论是电影还是生活,妻子徐帆都是他的女主角。 而在徐帆之前,冯小刚也曾有过一段婚姻,与张艺谋一样,冯小刚与前妻张帝的婚姻失败也是因为聚少利多。 1991年,冯小刚与徐帆相识,在圈中好友的帮助下,冯小刚向徐帆展开了猛烈的感情攻势。 1999年,冯小刚与前妻张帝协议离婚,女儿冯思宇归张帝抚养。 同年9月19号,冯小刚与徐帆就举行了婚礼。 冯小刚和徐帆的12年婚姻中一直没有儿女,因此两人在2007年时领养了一个女孩,取名徐朵,今年已经6岁了。 而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冯思宇和张默一样,追随着父亲的脚步进入了电影这个行业,如今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制片管理系《今年大四》。 父母离异后,冯思宇就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北京。 由于冯小刚的工作十分忙碌,父女俩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,主要都是靠电话联系,父女关系算不上热络。 2011年初,冯小刚在宣传电影《非诚勿扰2》时,曾经去过北京电影学院与同学们交流。 当时冯小刚避开了众多媒体,低调地赶往北影的女生宿舍看望女儿冯思宇。 因此当时冯小刚去到北影宣传,对冯思宇来说也是难得的相聚。 在告别时,冯小刚亲吻了女儿的额头,而冯思宇也挥手目送父亲离去,场面十分温馨。 新宇乐再现,综合报道。 新宇乐再现,综合报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